大家好,我是伊杰伊瑞德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不知為何每一年拍全年星座運程 我都要正經地化妝 穿一條見別人的裙子 找一個偏正式的背景 正經地站著跟大家說說說說 可能其他人都是這樣做 我就跟了這樣做 但我現在發現其實不用這樣做 你只是想要一些資料 那我現在給你一些資料 記住分享,like,subscribe 最重要是share 你把整個playlist分享出去就可以了 那你的朋友就可以自己找回自己的星座 然後我就得到他需要的資料 就是這樣,我們現在去片 去片 Hello,天秤座的朋友 2024年究竟你的運程會怎樣 我們由愛情開始看 愛情 你不要嘗試去滿足所有人 不要嘗試去完全滿足或者聽對方話 他說你會想他開心或者想please他 或者甚至嚴重點是怕他走了 那你就會盡量去配合他 盡量去聽他說 甚至乎一些你未必太想做的事 或者太想去的地方 你都會 好好好,我陪你啊 做啊做啊這樣 那 失去了自己真正的性格 反而那個人就沒那麼吸引 還有呢,如果遇著一些人 是他想操控你的話 他就會變本加厲 因為他覺得他可以 你這麼聽話 我再叫你做兩件事 這樣 這樣就會變了一個上下巴的分歧 所以 如果是單身的話 不要成為別人的兵 如果是拍拖的話 不要掉落下巴的位置 不要怕他走了 不要怕他惡 對 總之呢 就不要助長他 大家要平起平在 有事要拿出來談 如果你真的有事不開心 不滿意的話 你也有權發脾氣的 OK 這樣就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最重要是不要怕他走了 或者不要怕他生氣 這個是main point 那 其他人的相處呢 亦都是嘗試不要放自己在下巴位置 對 即是不要怕了 不要怕了別人 你也有你的想法 你也有你的感受 對不對 那事業就很好 我現在去看 事業就很好 事業就反而 相對感情 整個環境是peaceful 舒服 大家都有互相幫助 有充滿愛 嘩 如果這就是 如果這就是愛情就好 但是 Sorry 是事業 都好的 因為事業裏面 我知道有很多人 都 上班很痛苦 又有些人很壞 那些 那看來這個狀況 就不像了 不過呢 事業就不是 向上衝衝衝的一年來的 今年呢 是默默耕耘 是的 就默默做 小說話多做事 Enjoy你的工作 可能是一些很重複性的事情 不要緊要 總之穩陣 穩定 做做做 就OK的了 那就不應該有太辛苦 太大壓力 或者是太複雜的感覺 那今年就是默默耕耘 然後可能 你做完你的事情 就發現 哇 原來我有很多得著 又或者我賺了很多錢 這樣 應該是有一個 就是做完之後 然後有一個這樣的發言 這個就是一個 對的狀態了 好 然後呢 你的健康 健康也十分之好 他說健康呢 所以 所有事情都平均 平衡 平衡 所以身體是好的 身體是一個 挺穩定的狀態 那 其實你都知道 有什麼事情 是應該做不應該做的 所以他就沒有特別提點你的什麼 不過呢 他又說 你裙上什麼人呢 就會被那些人影響的 就是說呢 如果你裙上一些 夜夜生哥 吃煙喝酒 吃 吃一些很無益的東西 等等 完全不理自己健康的人 那 你就會比他們更多 但是 如果你 去一些健康一些 的群組 又或者是 你甚至乎 上一些群組合 總之 給人的力量去影響你 那你的健康又會好些 所以就去 去一下這些人 我剛才說上群組合 就是因為 去得上群組合 那些人都是想健康的 所以那個 energy 就適合了 這樣 好 那今年呢 整體來說 他都跟你說 其實呢 有一些你沒有想過的 目標 又或者是 你沒有想過 你可以做到 原來我免費時間 做的 你今年是可以做的 是啊 你可以找回自己的記憶 其實呢 我從小到大都想學琴的 不過一直滴不起心肝 或者找不到時間 學 其實你今年可以 是啊 有很多這些事情 你今年可以碰一下可以開始 所以呢 就 我覺得你今年的schedule 應該是挺好的 是啊 當然如果 我第一次講愛情 如果你 整個人 整個時間 心神 摸心摸命 下去了一個人 然後被他操控著 那可能 眨眼過了一年 你會發現 我做過什麼 都不奇怪 那所以 就是說 這裡給了advice你 你就好好利用你這一年 suppose是不方不忙 這樣 所有事情穩穩定定 包括事業 健康全部穩穩定 然後你又可以有些新發現 又有時間去玩一些新的 這樣就是最好的狀況 這樣 那 你需要的水晶呢 是一些 創意 或者是想事情 有一個 Clear Vision 一個很好的視野 的水晶 如果你想找那些東西 你就可以來找我 你可以WhatsApp 或者Signal 九七六八五三八八 或者看看每個月 店鋪哪一天開門 Open Day Shopping Day 你就可以walk in 來買東西 我見到你的真人 我會更加知道哪些東西 會適合你的 好啦 那就記住Like Subscribe 按下Notification 那個鐘仔 最好就分享整個星座Playlist 給你的朋友 那就可以開心 大家開心 贏二四 什麼都相信 祝你 Bye Bye